人民日报有品质的新闻 现在白天开网约说 晚上五点半到九点半送外卖 平时有订单就去推销和安装卫浴 这三份工作都签订了正式的合同 39岁的沈阳市市民林强 身兼外卖员产品推销员和网约司机 三个职业 他说感谢政府的好政策 三份工作收入稳定 而且都受到了法律的保护 只能感谢政府了 无话可说 谁能有这么好的政策呀 三份工作都有 都受法律保护 这次有点吗 对这次我订阅 你就会订阅 这次用